还原结实的莲花白 清晨还长在蔬菜基地里 中午就已经摆到超市的货架上 九毛九的价格招人喜欢 超市里的莲花白来自贵阳市乌当区 大坝村的蔬菜定向采购基地 这里距离中心城区40多公里 一大早村民们都会在地里忙个不停 蔬菜保供基地一头连接田间地头 一头关乎百姓餐桌 而质量源头一把控 食品安全可追溯 这不仅保障了消费者的权益 也增强了市民对超市和农产品的信心 蔬菜保供基地建立一年以来 大坝村的土地利用率迅速被提升 基地现有200亩左右规模 每年最少有三个季度的产出 每个季度有600到800吨的蔬菜 被送上市民的餐桌 企业的包厢模式有力支撑了基地的规模化 和集约化发展 也直接带动当地群众增收致富 村民们还告诉记者 自从去年和立超市在村里建立蔬菜保供基地后 每个农户每年一亩地有600元的流转费 再加上日常的物工收入 一年算下来家里就有近3万元的收入 由于大坝村地势平坦 土质较好 加上交通便利 村里早就开始计划把蔬菜保供基地扩大到500亩 能为贵阳市民提供更多新鲜菜品 而和立超市也将进一步抓好农产品的产销对接 搭建起惠民桥梁 让农民得到更多的收益 让百姓餐桌 菜品更加评价新鲜 我们的技术员 我们的订单信息 我们的销售情况 我们就可以随时跟他们分享 这样的话就解决了销售 解决了农业产业化的问题 百姓关注记者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